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 醋宝的氧化问题 第一个醋宝说 鲜冻鬼味出现黄点怎么回事 你尝试性的把它剪掉试试 扔到垃圾桶里面 你看看还有没有黄叶 三个俩的叶子你也拿出来 你看我白头问怎么回事 你看 我最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看以后就搬秃了 这怎么回事 不是什么很大的毛病 都不影响 尤其是氧化你要有一个心态 你不能有完美主意 谁养的花不黄叶 你那盆递给我 这盆花 就把那盆花给我你看 你看这盆花好看吗 它也有黄叶 你看我给你随便揪一个叶子下来 你看 它也有黄叶子 它也有不完美的地方 你看 是不是也有不完美的地方 揪了就行了 它整体好 各白俩的黄叶你别管它了 明白了吗 然后呢你这个 正常的浇水施肥 该咋地咋地就行了 还有有两个三个的 这个黄叶一般是缺水 好吧 有那个底也是一个道理 有点缺水缺肥的感觉 在原有的技术上 适当的增加 这么一丢丢的水肥别多了 好多话有就矫枉过正了 我说缺水它天天浇 我说水大它天天不浇 把握那个量慢慢来 跟草菜放盐是一个道理啊 谁给看看这是咋了 我给看看 这不是 玉树吗 这没啥事啊 这本身就是 刚买来吧 刚买来 然后两种原因啊 一个是景化 要么一个就是暴晒 不过我仔细看了一下 应该是景化的面积比较大 就是粗井嘛 什么叫粗井 你看我这个头发 看得白了嘛 这种就叫粗井 其实就是叶绿树的缺湿 植物上面呢 其实叫一种病 就跟我一样 白的话其实也是一种病 不过好看就完了 也没必要染 也没必要看 对吧 这样好看就行了 植物就这样 它本来植物就千奇百怪 千知百态 你看好不好看就完了 你喜欢就行 不好看我不喜欢 不喜欢你把它全剪了 让它重新带走 好吧 你跟我这头发 一样剪了重新带走 懂了吧 问题不大 放平心态 下个秋宝 夏天盆土湿度太高了 我能用水苔铺面吗 会不会没根 你这个目前情况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建议啊 都腻的 你这个该浇水的得浇水啊 家里边那么汗 你还水苔铺面 那个不是重要的 我跟你说我大舅子 胃矮 最晚期马上要割屁 我现在研究他 哎我给他做个什么样的 美甲更好看呢 他现在需要做美甲 现在需要治病 快加个戏剧了 你这个快汗死了 我看的 都快割了 你还铺面铺杂面 先解决问题 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该浇水的浇水 先把当前养活了再说 还铺面 下个周宝说 这个高越杜鹃可以救吗 这个可以救啊 这是水大 缺光通风差的体现 先控水啊 都开始烂根了 浇水浇那么勤干啥呀 他不是洗水吗 我的天 我大舅子也洗水 喜欢玩水 喜欢游泳 他我的天 我给他摁到水底下 游上20分钟 他也憋死了 是吧 这些不也一个 他们洗水是洗水 这不代表那种水泡的 不代表我大舅子 能 像咸菜一样 给他淹起来 对不对 两码事 洗水也是干湿循环 明白了吗 你这烂根了有点 像控水控水 下回的时候用点杀菌药 再来点反肥水 攻击攻击就好了 好段话说 老花一这个 养花到底浇多少水 怎么浇 在那的 我跟华尔明一直说 就给草材放盐 是一个道理 谁还称称食材多少克 都是 木粮 木粮 我们 我们 老花放盐说叫木粮 其实就是用木粮 就是感觉 你多养几本花 死的多了就会了 下个厨宝 老花一 你这是蓝小花 今年不开花 缺光 缺光 主要就是缺光 明白吗 你看我大舅子 是吧 刚从泰国转性回来 他方方面面都很具备 他可以生小孩了 他就问我 你老阿姨 我从泰国回来五六年了 咋就是不生小孩 我说你缺个汉子 缺个男影 知道吗 没那个要影了 自己 你自己能生小人 想啥呢 是吧 缺光 缺光 想个臭宝 说桂花养了快一年了 一直干一 肢子花黄一点 黄泡不开 前面怎么就 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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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给猪光照 他喜欢大阳光 大水 大肥 问不到点子上很多的臭宝就是 你用了肥料管什么用啊 他没有光照 真的是 很多臭宝也是啊 长得挺漂亮 就没对象 赶紧骂臭天日了 出去以后都能遇到熟人 赶紧搞对象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白的臭宝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